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na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南韓歐巴普寶劍 出生於1993年6月16日 雙子座代表作品 記得你擁有國民世子 國民弟弟 國民女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由 南韓歐巴普寶劍所代言的 Winix Power QS 空氣經驗機 Winix 這個牌子在南韓 已經是老字號的品牌了 為了讓消費者擁有更好的產品品質 他們還創立了自己的實驗室 有集成 除臭 噪音測試等 這也是該品牌自創立以來 生得當地市場的喜愛原因之一 而這台空氣經驗機 也跟歐巴一樣 是標榜的是百分之百的南韓製造 相信大家都知道 挑選空氣經驗機 要綜合各項的資訊去選擇 適合使用空間的機型 舉例來說呢 保健我爸是182公分 我是148 所以182-148是34 等於我在跟保健我爸約會的時候 夾穿4公分的高跟鞋 就可以達成 30公分的最萌生高差 所以說呢 各位在購買東西的時候 要依照參考數值 去挑選適合自己的產品 依據原廠所提供的數值呢 這台空氣經驗機 它的靠值是260 適合放在14坪以下的空間範圍 做使用 至於它的聲音分貝數值呢 最高是49.7 最低是28.2 最低的音量大概就是 輕聲細語的聲音 它這台呢 如果你24小時運作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OK的 剛剛前面提到了 畢竟空氣經驗機 是要24小時全年無休的運作 所以呢 大家最在乎的電費 原廠也很貼心的 幫你們計算好了喔 這一台呢 它的電壓是110V的 若是以 一度電3塊錢計算的話 以低速來運作一個月的話 電費只需要30元 等於一天只要1塊錢 讓你們完全無後顧之憂的 盡情享受良好的空氣品質喔 接著呢 我們來看看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呢 最顯眼的就是 它前後方呢 都是有2000個 空氣進化的進氣孔 可以大面積的 吸入更多的空氣進行清潔 而上面呢 這裡就是它的出風口 設計呢 是帶有一點點復古的感覺 中間這裡呢 就是它的空氣品質指示燈 像現在黃色呢 就是代表有點輕度的污染 如果是藍色呢 就是 空氣品質良好 紅色就要注意一下了 就是高度的污染 而它下方的這個四個按鈕呢 分別就是它的電源以及藍牙 還有功能切換鈕 可以自動的切換自動模式以及睡眠模式 重點來了 所以下面這裡呢 就是TOWER QS所搭載的JBL藍牙音響 讓你想有良好的空氣品質 同時可以享受好聽的音樂喔 我個人看到這一點之後 就非常的喜歡它 因為我可以 一邊進化空氣品質 還可以播寶寶音樂 給小孩子聽 在我們家的客廳啊 除了空氣進行機以外呢 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藍牙音響了 我婆真的超級喜歡唱歌的 欸我忘記我後面要講什麼欸 兩者結合不只節省了空間 我跟妳說它的喇叭 真的是沒有在隨便馬虎的喔 它是採用雙重被動輻射式的喇叭 做定義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現在就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你只要開啟藍牙 並於手機做連結 這樣就可以直接做使用囉 除了這些Winix在技術上面 還是展現了它一定有的水準 濾網的部分呢 它是一體式360度的濾網 低層呢是前置濾網 針對空氣當中的大型顆粒 例如毛髮、花粉、棉蓉、塵埃等進行過濾 接著呢則進入到了 TrueHepa13級的高效濾網 去除PM2.5以及細微的粉塵 去除空氣當中99.5%以上 直徑大於0.3的細微粒子 接著呢進入了除臭濾網 顧名思義呢就是去除各種的異味 去除心防症後群誘發的各項物質 強烈的去除有害氣體 如乙酸、胺、乙醛、甲醛、甲本等 有害氣體 接著呢進入重點中的重點 Wenix 採用先進的淨化技術 Plasmaweb自動除菌離子 去除清淨機所吸入的流感病毒、細菌 以及具有揮發性物質的有機化合物 可以去除室內空氣 99.9%的有害細菌以及病毒 了解了進化技術以及運作原理之後呢 通常一個問題會被忽略 就是當機體以及濾網當中 如果有縫隙或是死角的話 會影響到進化的效能 那即使內裝再強大也是沒有用的喔 因為髒空氣可能會從縫隙直接溜走 所以呢TOWERQS採用了獨家的密閉設計 一成布染的封閉式設計呢 將灰塵徹底的杜絕在外 我只能說呢 Wenix 空氣清衣機與JBL音響結合的 這項產品跟我爸一樣是深得我心 那這就是今天的開箱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的視頻 veggies 我們下次見 公開 我們下次見 最新的天哪 H3 通常 還有 在全球